好,各位棋友大家好,这番棋是今天4月15号进行的亚运会中国选拔赛 由黑方杨顶星对战白方柯杰,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黑棋搓小木,白棋青小木 之后黑棋大飞手脚,白棋小飞挂,黑棋肩地甲 一般来说现在都会选择飞压,然后冲断定型 实战的白棋拖先往脚上一碰 之后也是一个定势的走法,白棋断 这个时候黑棋就面临选择了 往外拐住的话稍微减明一点 白棋跳一个,黑棋打持,之后白棋拆边 可以这样定型 实战黑棋往上打持,然后白棋压完之后扳住 黑棋长一个,白棋再往前先手一压 这样定型的话,等于说黑棋的角控 围的木数非常多 不过白棋外面也就走后了 接下来就看白棋这里能发挥出多大的威力 接下来黑棋挂脚,白棋拖先大跳手脚 把右边这里的潜力全部撑出来 这样右边的模样就比较立体了 黑棋先往上点刺 以后可能交换不到 所以说黑棋先往这刺一下 白棋靠住,留下来一些余位 然后黑棋小肩补一手 上方白棋还是有非常多的掏控手段 AI的建议是白棋往二路拖 因为黑棋扳住的话 左边这里还有断点要补 白棋可以大飞 在这里寻求安定 实战白棋先在下方定型 靠压完之后 黑棋往左边小肩 白棋拐出,黑棋单长 白棋再往上一压 还是想要扩张右边的模样 黑棋长一个 左边的空就可以完全围住了 白棋可以往上压 黑棋扳,白棋反扳 这往下黑棋也完全可以 因为黑棋连扳的时候 白棋还是要继续补 黑棋可以抢到一个先手 在下方打入 这里如果说能够成功掏掉一块空 那黑棋肯定可以满意 同时还可以限制白棋左边的后卫 实战黑棋先往3-3一飞 形成双方互相破空的一个局面 白棋往左边扳 那黑棋这里的空肯定是围不成了 接下来在上方补棋 白棋往上方一飞 这里是双方模样消长的要点 黑棋如果说跟着围的话 那跟白棋的模样相比 那跟白棋的模样相比 肯定是白棋这里的空更加可观一些 那所以说黑棋先往下方逼住 白棋夹过来 黑棋往右边前冲 想在这儿多一些接应 如果说白棋跟着爬的话 那黑棋继续往前定型 首先白棋的步调比较慢 然后黑棋外面多了一些子之后 那下方这颗子就可以往上联络 AA的建议是白棋往上大跳 先把黑棋分段再说 反正黑棋在下方 暂时也无法做活 那还是要往上出头 那白棋就顺势把黑棋右边这两颗子封锁 正下白棋非常主动 实战白棋拆边 但是以后右边这里还有一些薄位 比方说黑棋可以往旁边三路飞 这里白棋之后会比较头疼 接下来黑棋靠牙完之后连回 白棋二路飞搜根 这个地方黑棋也可以先切断 虽然说还是做不活 因为白棋可以二路爬 缩小掩位 但是黑棋可以直接往上出头 这里黑棋的棋型还是比较舒展 实战黑棋搬住 白棋单长 黑棋再往上一压 这手棋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先手 因为白棋可以先在外面封锁 那黑棋搬住的话 白棋二路飞 还是可以确保自身的联络 黑棋补齐的话 白棋就往右边补齐 把这里的缺口补上 黑棋飞出 白棋跟着飞 还是可以把黑棋分段 如果说白棋右边可以全部成空的话 那白棋非常满意 实战白棋长一个 效率并不是非常高 本身白棋这里就比较厚 这里白棋厚上加厚 而且脚上这里还漏着风 这块空也没有完全围住 关键是被黑棋抢到一个先手 先往外出头的话 那黑棋的处境就会好很多 接下来白棋大跳 把黑棋分段 黑棋往前跳一个破空 同时瞄着上方这个跨段 所以说白棋还要继续补 白棋在补齐之前先往这一穿 黑棋贴住 然后白棋往这刺一个 把这里的跨段补上 黑棋如果说只是简单沾上的话 那白棋先手一成 已经破坏了黑棋的眼位 再往上跳一个 黑棋还是没有安定 而且白棋中间的空也就全部围出来了 所以说黑棋拐住 白棋冲黑棋断 而且这里的冲段现在也不太成立 那如果说白棋冲段的话 脚上这里还有断点 白棋也会出现问题 AA的建议是白棋往右边跳一个 先把这里的空全部围住 这样下也比较实惠一点 而且黑棋还没有直接做活 黑棋补齐的话 白棋可以抢到个先手 往上方打入 这样白棋两边也都可以走到 实战白棋往中间跳一个 还是想先把中间的空撑出来 那右边的木树就被黑棋压缩了 黑棋双一个先手 白棋补在这儿 脚上的味道稍微好一点 然后黑棋靠住 接下来其实白棋还是可以在这动手 这个扳住非常严厉 可以直接破眼 黑棋体掉的话 那以后白棋往前尝一个 黑棋还要继续补断 这里已经变成假野 黑棋大龙就危险了 黑棋如果说挖粘 那白棋粘上 虽然说黑棋可以往上冲断 但是白棋粘上这颗棋筋的话 黑棋下方这块棋就被分开了 这样下黑棋两边都比较危险 所以说白棋可以考虑搬住 实战白棋先往上方打入破空 黑棋往脚上一搬 然后往上小尖 分段白棋的联络 白棋碰完之后扩大眼位 因为脚上这里还有些搜刮 所以说黑棋也可以先碰一个 碰完之后白棋长 这里就不用补齐了 可以再往上一虎 缩小白棋的眼位 这样下白棋只能原地苦活 实战黑棋往中间一搬 白棋往前跳一个 这个是白棋的先手权利 黑棋要是不补的话 白棋往脚上打吃完之后 可以直接爬回 所以说黑棋挡住 那白棋的眼位就好很多了 这个地方可以暂时不用补 往右边跳一个补齐 还瞄着上方这个段 黑棋还是要打吃补一手 白棋往右边贴住 这里缺口补上的话 右边的空就基本上围住了 接下来黑棋往左边断 在这里形成战斗 白棋先手一尝往外打吃 然后再飞一个黑棋小尖 这里白棋还有更加凶狠的走法 还是这手搬 搬的话黑棋挖毡 白棋毡上黑棋往上冲一个 白棋还可以先往上虎一个补盾 黑棋往前一尝 虽然说破坏了右边这里的一些木树 但是左边被白棋搬住的话 这三颗子就比较危险 这个是白棋比较严厉的一个下法 实战白棋小飞的话就是寻求安定 但是这块棋还是会活的比较苦 因为左边这里还漏着风 有一些搜刮 而且黑棋往中间搬住的话 这三颗子也就顺势连回了 接下来白棋往脚上一尝 左边挡住 那旁边有个断点黑棋要补 黑棋在补齐之前先往上点刺 这里还有一通搜刮 白棋要继续补活 黑棋冲完之后爬回 白棋顶住左眼 然后黑棋再往中间破空 点刺先手再往上跳一个 刚才我们也说到 如果说右边白棋不补的话 被黑棋往三路飞 那白棋就麻烦了 所以说白棋补一手 黑棋在补断 然后白棋 二路拖 黑棋打吃 虽然说这块棋活齐了 但是脚上这两颗子被吃的话 这里的木树白棋还是比较损 而且往这几个扩大眼位 跟黑棋沾上交换的话 黑棋外面也就比较扎实 所以说这里的定型白棋稍微有点亏 接下来黑棋可以选择 先往上方贴住打持 这个都是黑棋的先手 然后往上小飞补齐 黑棋大龙也就非常扎实 实战黑棋在脚上打吃完之后 冲完之后贴住 虽然说这样大龙也能活齐 因为往右边可以二路打拔 往左边有这个二路夹 但是被白棋往这儿飞刺的话 黑棋会比较难受 站上的话白棋顶住 可以先手把这里变成假影 如果说跳出的话 白棋顶住 几个黑棋提掉 白棋这里还可以冲盾 所以说黑棋这样选择并不是很好 但是下一手白棋也没有选择飞刺 而是往左下方挡住 唯空 然后黑棋冲完之后一路扳斩 这个是黑棋的权力 再往右边一虎 这样的话黑棋大龙已经火起了 然后白棋冲完之后往上冲一个 黑棋保证自身的联络 这里白棋还是可以选择飞刺 实战白棋往右边虎一个 然后黑棋二路打拔 白棋脚上还要继续补齐 黑棋再往上一飞 这里白棋还是需要继续作业 先往上跳一个 黑棋往右边冲 团住 白棋单长 黑棋断吃上方这两颗子 接下来白棋可能还是直接把这个挖毡 交换掉比较好 实战白棋跑出上方这颗子 对黑棋的威胁并不大 因为黑棋沾上了先手 再往上断吃 然后往左边冲缩小眼位 跑出上方这颗子 白棋还要继续补齐 白棋冲一个 切断 黑棋提掉 白棋前手一冲 黑棋沾 白棋左边一路里 作业 之后黑棋还是可以把中间这个断点补上 所以说之前白棋跑出这颗子的话 对于黑棋来说影响并不大 接下来白棋再往右边挖毡 黑棋沾上 白棋补断 最后黑棋往上跳一个 这里还是有些搜刮 黑棋如果说 直接往上冲一个破眼的话 那白棋往这挤一个 还是可以做活 黑棋还是要补断 实战黑棋长一个 然后白棋冲完之后 先往左下方一冲 然后沾上 那上方这块肯定是活棋 白棋这里一路立实先手 那黑棋要是不走的话 可以一路爬回 实战黑棋挡住 然后白棋打吃完之后提掉 这样的话白棋做活了 然后黑棋往右边一路立先手 白棋挡住 黑棋左边扳 白棋坐眼 之后双方在下方定型 这个时候局势还是非常接近 但是下一手 黑棋打吃的时候 白棋就不应该直接战胜 这里白棋可以先在左边爬一个 黑棋打吃补一手 然后白棋再往右边一虎 这个地方目数还是比较大 黑棋肯定要团住补齐 然后白棋再往中间定型 这里全部交换完之后 白棋再往下方沾上 补齐也不迟 实战白棋直接沾上 肯定是亏了 黑棋先沾上右边这三颗子 然后白棋左边一路爬 沾上 落了一个后手 黑棋往右边一虎 这样的话 这里白棋还要继续补 至于黑棋左下角这一块 也不用担心 白棋如果说一路点的话 黑棋虎一个 白棋小尖 黑棋站上 这里黑棋的死活肯定是不成问题 现在白棋回到右边团住 然后黑棋挤一个再团住 白棋还要继续补 这里白棋还是亏了一些目数 那这样的话 白棋的空就不太够了 之后往左边搬住 黑棋一路搬 白棋往中间点刺 上方搬住 这里都没棋 然后再搬过来 黑棋中间只要全部联络就可以了 实战黑棋往这并一个 也可以往左边长一个 然后再虎一个补断 白棋断 黑棋可以在下方破空 实战黑棋往这并一个 白棋顶住 连回 黑棋沾上 白棋往旁边一并 黑棋提掉 白棋霜 之后黑棋沾上 白棋点刺先手 在右边打吃 之后黑棋左边打吃先手沾上 白棋一路打黑棋沾 这里白棋要继续不走的话 被黑棋断打完之后打吃再一打 然后再往上切断 白棋这里不入棋 那这样白棋不行 所以说白棋沾 然后黑棋往上打吃 接下来都是一些小关子了 我们加快进程 然后最终的结果是黑棋获胜 好那这盘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